这个我 在了游泳馆 而另一边 矢盒在三岁的时候 摔淡了脊椎 造成了高位截坛 从小失去了父母的矢盒 被舅舅送到了福利院 责任之家 这里啊 命运相似的两个人 相识相知 福利院里大多数 都是先天之力的残疾人 依次福利院组织的 野营活动中 矢盒意外聚合 正当他准备告别 这个世界的时候 东九奋力地跳入水中 把矢盒救上了岸 从此两人就是相依为命 成为了好兄弟 哥哥适合是东九的大脑 弟弟东九是哥哥的身体 两人和二为一 弥补了生活上的缺陷 可是好景不长 福利院的神父病逝 适合作为福利院里 唯一智力正常的成年人 担负起了维持 福利院生气的责任 仅仅靠政府的拨款 简直就是杯水车仙 适合呀 面对各种银行的催款 和必要的生活开支 绞尽脑尖 随着时间推移 适合和东九 配合的也愈发默契 虽然彼此有着不同的残疾 二人顽强的与命运作斗争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适合得知 做一共的经历证明 对刚毕业的学生找工作 有很大的帮助 于是他想出一个挣钱的法子 那就是给毕业生 造假一共证明 这个办法嘛 虽然是下下策 但是倒也解决了福利院 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可是命运再次 咒弄了兄弟二人 流离福利院年久失凶 政府决定将院内的残疾人 前往不同的机构 适合与东九申请了自立 所以才得以继续生活在一起 可是其他的智力残疾人 却不得不各奔东西 于是啊 兄弟二人搬到了 神父生前的一个朋友家里 暂住下来 东九啊 虽然头脑简单 但四肢取异常的发达 极具游泳天赋 时不时的就缠着哥哥 带自己去游泳 这次兄弟二人 在游泳馆恰巧碰到了比赛 东九趁乱跳入了泳道 令人意外的是 东九把参赛的职业选手 远远的甩在了身后 这次意外给了适合启发 东九如果有勇勇的天赋 为什么不培养他赛加比赛呢 一旦获奖 不仅有丰厚的奖金 还可以让东九有一个正当的职业码 于是适合把目光放到了 比赛志愿者美贤身上 美贤也是刚刚毕业来 需要做义工来丰富自己的简历 两人一来二去就定好了 美贤训练东九勇勇 比赛奖金四六分成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 美贤对东九进行了魔鬼训练 东九刻苦付出 让他有了很大的进步 转眼到了比赛的日子 东九一马当先跳入了泳池 并在比赛中遥遥领先 可就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 东九突然停下来了 呆呆地望着终点 导致比赛没有完成 兄弟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中 晚上东九敞开心扉 表示自己停下 是因为没有看到妈妈在中间等他 显然童年的遭遇 成了东九回之不去的痛苦记忆 他害怕哥哥也会像那样离开他 东九笑笑说道 没有你给我推车 我哪都去不了 兄弟二人相依为命的生活 被一个中年的女人打破了 这个女人正是东九的母亲 因为参加了游泳比赛 母亲在电视上得车了东九的处处 这次找到她们 是为了和东九重新相认 带她回家 虽然血浓于水 但是当初东九被抛弃 再加上二十多年来的朝夕相处 让诗和对这个女人的到来 感到很愤怒 两人激烈的争吵 让东九情绪失控 很快两家人对不公堂 由于东九具少对自己行为的判断 所以在法庭上居然选择了母亲 作为自己的监护人 这让诗和无法接受啊 但是目一成周 东九只能跟着母亲回家 兄弟二人就这样开始了各自的新生活 诗和请问了一位新的故宫 可是故宫的照顾 也不是那么的走心 而这边啊 东九虽然与母亲重聚 但是生活无法自理的她 一不小心引起了火灾 慌断之下 东九跑了出来 推着一个分析购物车 凭着模糊的记忆找到了以前的福利院 此时的福利院啊 已经破败不堪 东九收拾好从前的屋子 躺在床垫上放声大哭 母亲也因为东九的失踪 后悔不已 在诗和的帮助下 终于找到了东九 东九一直记得和哥哥的约定 第二次比赛 一定会用到终点的 到了比赛那天 美贤给诗和打电话 要她去给东九加油 美想到被诗和拒绝了 挂掉电话后 诗和不小心打翻了桌子 看着东九为了方便他喝水准备的吸管 洒落一地 于是用嘴控制着轮椅 一路狂飙赶往游泳馆 东九也在游泳馆四处寻找诗和的身影 而另一边 诗和在管园处不幸被撞倒 头破血流 正在比赛的东九再次停了下来 这次他等待的不是母亲 而是哥哥诗和 终于啊 在护工的帮助下 诗和被救起 推进了游泳馆 看到哥哥的身影 东九瞬间爆发 赢得了比赛 比赛后 东九走向诗和 泪流满面的兄弟俩 拉钩发誓再也不分开 电影的最后 母亲又把东九送回到了诗和的身边 母亲和诗和达上了共识 共同陪伴东九生活下去 兄弟二人又过上了属于他们 快乐又幸福的生活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是啊 诗和与东九二人相依为命 早就胜过了亲情 谁都没有办法取代对方 两人相互依附 也成就了彼此 故事是有真实事件改编的 两个弱小的人相互相爱 日渐强大 虽然念缘不公 但是彼此就是对方生活下去的动力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快点关注小美丽哦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